第二百七十三集 死 小了 殿下二那颤抖的声音 让整个屋内数文间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气氛当中 崩溃的他顾不上系上裤腰带 直接跪在地上 恐惧的对着四周不断的磕头 鬼爷爷 可真不是我想说呀 是他逼着我说的呀 你愿有偷占药主 可千万别偷我的命根子哟 我的命根子要是被你枪走了 你是投胎了 我可就偷不了胎成孤魂野鬼了哟 他这话吓得高之间 顿时惊恐的用双手捂住自己 同时黎火棒也下意识的低头看去 难道这所谓偷人的鬼来了不成 黎火棒脸色非常难看 再次迅速环视了一圈整个屋内 以现在黎火棒敏锐的感知 如果这个屋子内真的有什么东西在看自己 他肯定能感觉到 可现在 他并没有感觉到别人的视线 那意味着两件事情 要么这鬼刻意不看自己 要么这东西压根就没有眼睛 看不见的血碎 难道又是蜡蜡十八那种 对这突如其来未知的敌人 黎火棒不敢有任何大意 在这鬼地方 黎火棒不相信能祸害一方的血碎 仅仅只能慢慢的偷别人 在屋内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黎火棒有颜色的虚体 跟隐形的尸体 已经悄无声息的错开了 而他的右手 已经握住了身后的剑柄 屋内的气氛逐渐变得异常压抑 就在黎火棒把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空荡荡的四周时 匍匐在地上的电小二忽然站了起来 向着旁边的门口就冲了过去 莫非这东西还能附身 黎火棒下意识地抬剑 就向着那电小二背后刺去的时候 一旁的高智坚举起胸口的石板 伴随着当的一声 挡住了黎火棒的剑 就这么一溜烟的功夫 电小二就已经冲出了门 黎火棒那充满杀意的目光 瞬间从电小二身上转移到高智坚身上 这次的东西这么难缠 这么快 就占据了高智坚的身体 而手拿石板的高智坚 看着黎火棒那充满力气的双眼 瞪着自己 顿时慌张地连连白手 我 我 我是 是我 我 我是 是 然而 此刻黎火棒并没有完全信任他 瞪着对方的憨厚的面孔 你说你是你就是 论计不论心 高智坚可从来不会当我的剑 你到底是谁 李 李 李水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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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没 没 被 闲碎 上 上身 他没上身 为什么要忽然跑啊 黎火棒看着双眼清明的高智坚 迅速思索一番后 用手中的剑向着外面指了指 行 既然你说自己是真的高智坚 那你把手里的天书扔一边 你走前面 去找那个店小二 对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怪得很 不管他有没有被斜碎附身 自己必须弄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行 当高智坚把身上所有东西都扔在屋内后 他在黎火棒的挟持下 从屋里走出去 去寻找忽然逃跑的店小二 要找到对方很简单 之前他刚被黎火棒吓得尿裤子了 只要顺着地上的尿印一路找过去就行 这尿液并没有洒多远 兜兜转转 都在客栈内打转 黎火棒最终是在客栈火房的房梁上 看到了没有穿裤子的店小二 粗糙的麻绳绕过了他的脖子 把他整个吊起来 他整个身体伴随着枝嘎声 左右轻微的摇晃着 从地上歪着的半片冬瓜看 很显然是他自己动的手 因为是被吊死 店小二的舌头拉得老长 脸色变得污渍 模样十分害人 直勾勾的盯着黎火棒 高智坚满脸震惊的用手指着空中晃荡的店小二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 忽然一下子就被吊死了 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黎火棒观察起店小二 他那充满着恐惧跟绝望的双眼 还有那牢牢握住自己的手 扭头看向一旁的高指尖 你说的没错 他没有被写罪控制 这小子为了避免自己死后永不超生 决定趁着自己命根子还在的时候 自己先去投胎 说起来 杀死他的并不是什么偷命根子的鬼 而是他自己的恐惧 黎火棒提着剑 缓缓地站在火房内转着圈 寻找着那所谓的鬼 他过去遭遇了很多邪髓 可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次 像如今这次无从下手 连面都没见一个 就已经是死人了 黎火棒视线下仪 盯着殿下二的命根子 发现比较小 哎呀道士 这下可咋办呢 连别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你这下可要栽了呀 和尚表情很是慌张 仿佛真的是在为黎火棒感到焦急 黎火棒看了他一眼 别慌 既然那东西是靠说话传播 那么他现在 只盯上我跟高之间两个人 其他人暂时都安全 而且就我这身体 想要搜搜我还早呢 至于高之间 高之间他也没事 李 李 李叔兄 咱 咱们咋 咋办 一直反应比较慢的高之间 此时都显得有些慌了 他拉开自己的裤子 心惊胆战地伸手去拽着 生怕那东西衣不留神 就缩进肚子里不见了 黎火棒站在原地环顾四周 本应该非常正常的火防 在他眼中如今变得异常的恐怖 辣椒 菜刀 砧板 柴火 每一样的东西后面 仿佛又隐藏着危险 黎火棒拉开裤子 向里面看了看 多时松了一口气 暂时没有变化 看起来 这种缩扬并不是一次到位 而是有着渐进的过程 自己还有时间想办法 别慌 只要我们从根源知道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究竟有什么弱点 肯定就能解位 黎火棒把手中长剑 向这背后一插 转身向这客栈走去 高之间 你在客栈盯着 让其他人老实待着 别乱跑 这件事别告诉任何人 我就想办法 把那躲起来的东西 彻底揪出来 道长 你去哪儿 一半身体 卡在墙内的和尚 疑惑地问 既然知道了 整个匹仙的人 同样是受害者 那他们现在 跟我们是一边的 既然如此 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 为了对付那个东西 我需要匹仙的县令帮我 不想办法 我需要匹仙的人